北宜高速公路经常塞车的问题 本来已经胎死腹中的台铁北宜直铁计划 现在又重新被讨论了起来 但是宜兰县政府还有双北的居民 对路线的方案并不同调 不晓得到最后搞不搞得定 旅客大包小包在月台等待上车 不过要到宜兰上车后还有的等 搭火车往来台北宜兰 目前就算搭乘最快的前卸之列车 也要花超过一个小时 因此交通部沿拟新建北宜直线铁路 未来渴望大幅减少两地的通行时间 台北宜兰受限地形阻隔 北回铁路得绕东北角 总长超过100公里 导致通行族搭乘意愿低 交通部规划三条路线 分别从南港到头城的方案一 以及距离更短靠近平均的方案一笔 还有行经双膝共粮的方案二 但不管哪条路线都出现反方宣浪 考虑到它的环平的问题 那考虑到它最后的这个成本问题 然后它可以带来的效益 交通部表示目前开发北宜直铁 确实有杂音 离安县府主张路程最短 时间最快 是先距离的南港通城方案 那这个方案会通过翡翠水库集水区 势必冲击北台湾用水品质 因此双北居民不买单 因为这个方案会有15年的水质黑暗期 我会宁可花多一点的时间 把好的东西能够保留下来 不要影响到水质比较好 2006年雪岁完工 当时就造成翡翠水库水质优氧化 直到2011年才恢复 而不只双北市民宜兰在地人士 也支持弯道路线 毕竟从南港行经双膝共粮 衔接大溪投城的走法 不仅能避开汽水区 还能带动地方观光 只是为了省半小时 划5001盖铁路 还可能会破坏水质 也被怀疑这样的政策值得吗 这里是五家文高家福 优优独播剧